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为计算机编制的程序基本上都是以科学计算为目标的 而科学计算一般来说它都是通过面向过程的这种方式来完成的 比如我们要为某一个项目完成某个计算 那么它必然是面向过程的 下面我以解决数学当中的基础同龙这个问题为例来说明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计算基础同龙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这个解决问题的步骤分为以下四个 第一 首先假设全部为基或者是兔 计算出体的条数 然后算出体的数量差 第三步得出基或者是兔的数量 最后计算出另一种动物的数量 那么通过这四个步骤 我们解决了基础同龙的这个计算问题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按步骤完成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此这种按步骤完成的过程 这样的程序员就会想出 使用面向过程的这种变成方法来解决它 而面向对象的变成方法 是在软件应用领域的扩张和系统膨胀之后 应免而生的 那么随着计算机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张 计算机要解决的问题 逐渐演变为对实际现实世界的模拟 所以这种对现实世界的模拟 在使用面向过程的话 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而且也不符合我们现实世界的这种情况 另外一方面 随着软件应用领域扩张和系统膨胀以后 人们发现 面向过程这种方式的程序 在系统膨胀之后 会变得难以管理和维护 所以面向对象变成 变应远而生了 面向对象的变成方法 更符合现实世界的自然规律 面向对象变成的系统 更容易维护以及代码复用 面向过程变成与面向对象变成 是两种不同的变成方式 那么它们在变成方法上也是不同的 面向过程的变成方法 一般采用的是自顶向下 逐步求精的方法 那么仍然以基督同龙解决这个问题为例 如果我们使用面向过程的变成方法 就是先将这个问题的解决步骤 得出来 然后逐步写出每一个解决步骤的 基本过程或者是函数 这样在组程序中 分别调用这些过程或者是函数 就完成了面向过程的变成 而面向对象的变成所使用的变成方法 是自己向上的方法 对于一个实际的项目拿到手以后 并不是按照这个项目和需要的步骤 为主要的线索 而是先对需要的项目进行面向对象分析 首先确定这个项目需要拿写对象 然后将这些对象一一的编制出来 最后由对象之间的交互来完成这个项目 因此面向对象与面向过程编程的代码主体结构 也是不同的 对于面向过程的程序代码 它的基本结构是由电量 也就是数据加上算法 算法就是由函数或者是过程来体现 这两部分共同构成了程序 而对于面向对象的代码 它是由对象加上对象之间的交互代码 来实现的 所以它的程序结构是对象加上交互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面向对象编程的程序和面向过程编程的程序 它们的代码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面向过程程序的这个例子 通过这个实例我们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是一些语句 直接呢连续的运行就可以完成了 那么由于这个项目呢 比较简单 所以这里面呢没有看到有函数的定义 而对于面向对象的这个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程序的代码主体 是对象的定义 这就是定义一个对象 这是第二个对象 这是第三个对象 这是第四个对象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程序的主体部分 就是建立这些对象 并且呢让这些对象之间发生交互 那么这就是面向对象 编程的代码的主体 而对于面向过程 与面向对象的两种程序 它的数据操作主体是不同的 对于面向过程的程序 它的数据操作主体 是由函数或者是过程 进行加工与展现 也就是将变量 以参数的形式传给函数 或者是过程 进行运算或者是处理 处理完以后呢 仍然通过函数或者是过程 将结果进行展现 对于面向对象的程序 它们的数据 是通过在对象的方法中 进行加工与展现的 也就是数据 需要在对象之间 进行传递和交互 最后呢 仍然在对象的方法中 进行加工与展现 那么这是面向对象 与面向过程的数据操作主体 是不同的 因此 面向过程的程序代码 主要是函数和过程 而面向对象的程序代码 主要是对象的定义 面向过程与面向对象的方法 在模拟真实世界的方式 是不同的 面向过程 它的模拟方式 是通过函数 或者是过程的操纵 来表现世界的数据 与状态的不断变化 而面向对象的 这种变成方法 是把世界描绘成 具有主动性的 对象之间的交互 其实呢 这更加符合 现实世界的自然规律 比如 自然界中的一棵树 它要长大 不可能有人为的操纵 它长大 而是呢 它自行的长大 那么 也就是说 面向对象 更能够更加真实的 描述世界 和模拟世界 面向过程 与面向对象 在编程思维方法 也是不同的 对于 面向过程的编程 我们首先是 搞清 处理数据的步骤 比如解决 基础通通的问题 首先计算什么 然后计算什么 最后呢 可受结果 那么通过这种步骤 我们就可以直接的 把程序的过程 写出来 最后呢 完成任务 而面向对象的 变成方式 它的主要步骤是 面向对象分析 对于一个 项目系统 首先呢 要分析出 这个项目中 或者说 要模拟的世界中 它具有哪些对象 某一个对象 都具有哪些 熟性 以及方法 这样呢 我们分析完成以后 才能够 实施代码 并且呢 通过 对象的交互 来完成这个项目 一般来说 面向过程的程序 它的运行效率呢 会比较高 而面向对象的程序 它的运行效率 会稍低 主要原因是 面向对象的 这个程序 它需要对象的 一些措施化 而且呢 它的数据结构呢 相比来说 比较复杂一些 所以呢 它的运行效率 会稍低一些 本讲视频 到此结束 在这边的项目上 稍低一些